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暴力你 攻击你 你拽着我的领带到处甩 要不是我核心力量稳定 我都飞到外太空去了 你表演得也太夸张了吧 就算我力气再大 也是一个女生 怎么暴力你 根深蒂固的偏见 办公室暴力只能是上司对下属 男性对女性吗 你身为总监 利用职位优势 对我进行单方面审判 这不就是办公室霸凌吗 好 给你申辩了机会 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 当天发布会 我忙前忙后一整天活 都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 你却仍然鸡蛋里挑骨头 苛刻地对我进行处罚 我实在是忍不住才要爆发的 更何况 根本就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 在场的同事都可以作证 作为上司 我只是理性客观地阐述自己的决策和观点 何来苛刻一说 难道我要对你低声下气吗 就算我是你的下属 你也不能随意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吧 我只是坦诚地在说实话 难道你让我撒谎吗 这不是撒谎 是基本的礼貌和尊重 有的时候人们以为训斥 是改变世界的必需品 用率直包装武力 给自己的狂言赋予正当性 难道下属就要考虑上司说话 上司难道就不考虑下属的感受吗 这不就是以强欺弱了 你的意思是 以强欺弱是普遍存在的 而以弱欺弱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吗 朋友们 在这个世界上 以弱欺弱的事件还少吗 弱就是正义 弱就有理了 这是对强者的巨大不公 好了 不要再虚张声势做无谓的挣扎了 没有证据说什么也没有 我有误证 这就是他行凶的凶器 但刚好也能当凶器 只要内心充满行凶的动机 头发丝也可以当作凶器 还在狡辩 看来你并不是真心实意 想获得我的原谅 就像最后一排第二位员工 一直在打瞌睡 你也并不是真心实意地 来参加这次审判会 你不觉得他俩不像在辩论 像在打琴马桥 对对对 就是电影里面那种经典的欢喜愿景 我就说嘛 白总监对路多的特殊照顾 也太过特殊了一点 他俩不会 白真相 李路多 我觉得这CP名字就叫李白 粉丝名叫明月光 怎么样 明天开窗话 突然闪闪起来了 开戏啊 开戏开戏开戏 你这个人太不真诚了 我还不真诚 我对你已经忍气吞声了 你这是霸王鹅独断专行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公然诽谤我 李路多 你要真是从来没变过 爱奇迹 footio